Hello 大家好 我是芷君 最近Disney Plus 上架了一套台劇 但被台灣人罵爆 由桂倫美主演的台北女子陶鑑 故事是講述台南長大的女主角 一畢業之後 去到她夢寐以求很久的台北工作和生活 因為講到很多關於台北和台南的兩地差異 所以就被台灣人說是有很強的黑板印象 甚至是台北和台南人都是罵爆 究竟這個故事有多離譜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看台北女子陶鑑 剩三節之前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開啟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今天講台北女子陶鑑 特意設置我都會女性的頭 是不是多有誠意呢? 再一次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因為這個頻道真的只有我自己一手一腳去砌的東西 所以更新的頻率有時未必說是很高 但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訂閱人數來到8000 希望很快可以過到1萬 也越來越多人可以認識到這個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陪著我和這個頻道一起成長 非常感謝觀眾 一直以來都在不同的影片中用Superfans和不同的方法來支持我 如果想知道有什麼其他方法 也可以留意下面的資訊欄 台北女子陶鑑是改編至東京女子陶鑑這個故事 另外還有北京女子陶鑑上海女子陶鑑 同樣都是講上一些來自鄉下 去到大城市打拼的一些女仔的故事 所以為了營造戲劇效果 這套戲都很刻意地強調台北和台南的分別 所以就被人說是有黑板印象 黑板印象的意思就是會因為你某一種身份 而刻意誇大你某一種形象 其中一個被人罵得最多的 就是Netflix的Emily in Paris 她同樣都是非常誇張地講美國和巴黎之間的分別 很多巴黎人都罵 其實我們都不是那麼冷酷 我們都不是那麼酷 也都不是經常喜歡戴那頂帽子 不過美國和法國都有明顯的文化差異 台北和台南的分別 是不是真的大到話由鄉下和大都會這麼大的落差呢 這套劇我就看了頭五集 不如用香港人的角度去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套劇當中有什麼離譜的地方 一開始就是講她小時候 她阿姨帶了她去台北的玩去參觀101 就讓她見識到台北的女子有多不同 我覺得這套台北女子最特別的是 斷了一個爪子之後 竟然是可以繼續這樣壓下去 斷爪或者鞋底這些 當然有試過的 你說好像她阿姨一樣用三秒膠貼回去都正常 你說你拍斷另一隻爪都正常 這樣一直壓下去 去繼續見一下 這個是不可能 physically impossible 我想我屬於台北 屬於這裡 我想要的更多 其實她去台北玩了幾天 她就覺得她屬於那裡 想要更多 什麼叫想要更多 其實她是不是只是很不喜歡台南呢 她一開始已經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很強調自己突然之間很喜歡台北 一直都沒有很清楚 為什麼她這麼想去台北生活 你的朋友之後 每個人都去了台北讀書 是會想去台北的 這個是憑背壓力 接著就說她畢業之後 終於下定決心去台北找工作 一開始就去到小時候 帶她來台北玩的阿姨家站住 季輪尾就很快找到公面士 但是這一部分 是最多台灣人應該扭得最厲害的 那一部分 就是 為什麼 你要化個容海恩這樣的妝 台灣人當然不會容海恩 但是這個也是整個死人妝 你也很難怪台灣人看完會這麼生氣 她為了突出台南 是被台北落後 她特意要主角化一個這樣的妝 明知她是要去見一個彩妝部的工作 看到這樣的樣子也不會出街 而且她明明之前的妝很正常 是為了突出這一幕 台南人是很老頭 用妝去表現地域上的不同 這一部分是做得誇張了一點的 尤其林智玲和周子瑜其實都是台南人 還有這個主管見人家化過這樣的妝 還要說我們台北人是不會化過這樣的妝 就是說自己是以貌取人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踩到她這樣的人 最後是請了她的 香港新同事室自己住得很近101 真的會有台北人有這麼奇怪的癖好嗎 就好像你一認識到一個人 然後就跟人說 你看我家裡看到IFC You're so fabulous 小阿姨 我前幾天有去那個男生店裡 結果你知道她跟我說什麼嗎 她說儀仗經常帶一個小男生去她店裡吃麵 不是真的這麼弱智會 當面跟阿姨說 見到儀仗拖著第二個弟弟 我就是覺得她特意是要拍到台南人是蠢一點 我媽是小三 我們靠我爸經緣的生活 這些事你想要知道的嗎 不懂我為什麼這麼白目 你想要當台北人對不對 我告訴你 真正的台北人是不會多管別人家事 這個是阿姨的女兒 那你罵人就罵人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要說台北人又是怎樣 台北人就不八卦了嗎 台南人喜歡吃甜的 給你 說到台南人預料一定有這句 說台南人喜歡吃甜的 但她特意用一種很鄙視的語氣跟她說 其實是因為她不斷要為了有戲做 你說一個台南人去台北的生活 那就要不斷去說兩地的差異 最大問題是台北和台南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她拍到好像真的兩個世界一樣 從貴州去北京的樣子 就像你要特意拍到劇一個屯門人去中環上班 特意說我們就 衣服很老套啊 不怕塞車啊 那些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第一集的黑板印象問題是最嚴重的 因為說她剛剛由台南去到台北 所以就會說很多兩地的差異 去到後面基本上就說很多她久前不清的感情線 怎樣換完男朋友一個接一個 基本上就是每集換一個男朋友 這部份我就不太詳細地說 我主要選一些我真的覺得很不順眼的跟大家說 去到第一集的最後就是說 她跟了一個都是台南來的男生一起 就是一個麵店的老闆來的 就是一個比較純一點的男生 但是怎麼知道第二集 差不多一開始就已經用一種旁白的回顧方式 跟了男生在一起的這兩年 感覺很穩定踏實 那原來很快又是有下一個男朋友 我開始在想這部劇 是不是就是不斷地換男朋友呢 因為我沒有看過原本的東京女子圖鑑 也沒有看過那些北京女子圖鑑 上海女子圖鑑 我不知道原來是一個開後宮的故事 我以為是一個女子打拼的故事 那都不要緊要 開後宮都可以好看的 你的意思是我們以後都不出去外面吃飯 也不跟朋友聚會了 不是 你還是可以自己去啊 這裡如果做不起我們就換一個地方嘛 有必要把二月四小時候陪進來嗎 這場交桂倫尾是很自私 因為她說她男朋友的麵店給業主加租 她男朋友說想少一點外出 她就叫她男朋友搬 她男朋友跟她說 這間是我第一間的店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然後桂倫尾說 你其實哪裡開都可以 那你幹嘛要來台北啊 大哥 你去哪裡做彩妝都可以 我覺得 重點不是我們要不要搬離開那個地方 而是不管我們到哪裡 你願不願意當一個麵店的老闆娘 沒有啦 她一定不會是想做麵店老闆娘 她想要更多嘛 但是我堅持留在台北 什麼人生 最好笑是其實她都在問 為什麼她自己要來台北 就是整套劇的主角的動機 都是不清晰的 我怎麼看這個故事的推進呢 還是它就是一個 萬無目的最後找到人生意義的一個故事 這一幕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去到第二集的最後 我想她應該是見差不多這集完 她就遇到她的表姐 她的表姐就說 你還在做之前那間公司 話說她之前就得罪了家裡見到101的女兒 就被人解僱了 之後她就去了做電話的CS 不是KK員那些 即是電話CS 她一直都很穩定地這樣做 和她的台南男朋友很穩定地在一起 她的表姐這樣說了一句 你還在做這間公司嗎 我明天又飛了 我準備出差了 她就好像一言驚醒夢中人 覺得自己不可以再是這樣 覺得要飛到小孩 什麼 可不可以不要把你的不安感 建構到你的男朋友身上 人家都是人 人家都有感情 OK 她最後竟然是和一個拍了兩年拖的人 用SMS分手 最神經病的是她下一集 被渣男用Message飛的時候 她是發瘋地罵人 對不起 我想要的更多 到底你想要多些什麼 我想和大家看兩集都差不多 我自己就看到第五集 因為後面的爭議 就不是和黑板印象太有關係 我不詳細地說 後面主要是說她不斷地換男朋友 其實她來台北的夢想 是不是就是為了不斷地換男人呢 不是啊 你看回第一幕 她小朋友的時候 她就是看到有個女人拖著一個男人之後 她就有上來台北的慾望 哦 原來第一場戲已經說了給你聽她想要什麼 不過別人的女生就 就 就只會說model model 我想是這樣吧 這部劇除了黑板印象 女主角經常換男朋友 很多藏氣 最大問題是 我不知道她想說什麼 說真的 男朋友算不算換得很密 因為這部劇是說她二十年 十集 我當她一集換一個 二十年拍十個 其實也不算很過分 只不過是說她不斷換男朋友 這個經歷是 想帶出什麼呢 她從第一個是很純情 然後就去到之後有些wet友 wet友很老套 futboy 之後有個水泡 然後就上司 然後人夫 去到人夫 我已經有點不太接受得到 說她這一連串的關係裡面 是想帶出什麼訊息呢 是想說她有什麼成長呢 因為除了第一個純情的台南小男生之外 其他你也知道是不應該中過頭埋去的 如果你想說她 終於經歷完一段關係之後成長了 那個成長是大家都知道 不應該做的事 故事就會很蒼白無力 我最擔心劇情是會怎樣發展呢 因為說她是一個 都是台南來的青梅竹馬 一直都好像喜歡她 又沒有表達 會不會是 因為經歷完做小三之後全面崩潰 就可能隨便找一個人結婚 之後發現不適合又離婚 然後整個人生就 然後發現原來青梅竹馬是最好的 如果真的這樣發展的話 我也很佩服編劇是夠膽寫出來的 我聽說編劇在台灣是被人欲守 即是起底 我現在也不知道是否應該看下去 我想知道是否這樣發展 但如果這樣發展我又覺得很生氣 今天也要看我有沒有時間和心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留言和給個like 我們下條片再見